李先生通过交友软件结识了单身女子蓝蓝 十天后,同居的蓝蓝拿着李先生的积蓄消失 民警多方查找后发现蓝蓝正与另一名男子同居 经调查蓝蓝不仅是有夫之妇,还有两个孩子 1月15号,李先生来到襄阳公安局湘东分局报案称 其女友失联了 并且,女友还带走了18888元财礼钱 和其他钱财共计2.7万元 原来十多天前,她通过手机交友软件结识了蓝蓝 两人相谈甚欢 见面后,李先生对长相甜美的蓝蓝非常满意 第二天约会后,两人选择了同居 期间,蓝蓝以手机摔坏,亲人住院等理由向她借了数千元 之后,蓝蓝又提出要18888元的彩礼钱 本想着要结婚,没想到女友携款失联 据李先生描述,蓝蓝在某手机店工作 当民警拿出李先生和蓝蓝的合照时 店长称,这个女孩曾在店里打工 但登记的名字并非蓝蓝,而是杨某 多天前,人已离职 民警调取大量监控后终于发现了线索 1月17日,杨某与一名男子在汉江路出现 1月19日,民警找到了杨某 彼时杨某正在宋先生的出租屋内 宋先生说,十多天前 他和杨某通过交友软件相识并同居 得知杨某在同一时间通过交友软件结识了李先生 宋先生坦言,万万没想到 警察发现,蓝蓝真明确习杨某 他并非95后,而是32岁 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杨某不仅已婚,还育有两个孩子 是为了筹钱赌博,原来多年前他接触了网上赌博 之后沉溺其中,前后输掉了20多万 老公上夜班,两个孩子都在老家 就想着通过交友搞钱 杨某说,在他看来,李先生给钱,宋先生给餐 两人都是长期饭票